请收看 维新世界 先佛在我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收看 维新世界 先佛在我家 我是洪玉嘉 禅吉山维新圣教创造宗主 幻元禅师 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唯一的智慧心法 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 行道至今已经有41年的时间 那在这一段时间以来 师父以《易经》、《风水教育》 还有社会服务广结善缘 也因此在维新圣教的大家庭里面 我们有好多好多丰富精彩的人生故事 那么今天我们节目带您来到的是 禅吉山维新圣教土城安心道场 为您邀请到的是周兆寿贤士 来一起分享他个人的学修经验 让我们一起来欢迎他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易经大学土城安心道场 第21届学员周兆寿 那首先我想要先请教您的是 每一个人的路程都不一样 那您个人又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路径 来认识王城老祖 然后进而学习易经风水 跟各位观众分享一下 我的历程 我在进中门之前 其实我开了三家公司 有一家是资产管理公司 有一家是人员 就新人员的有限公司 然后还有一家是美加移民公司 那个时候在富庆北户 三家公司 然后人家一般公司都是跟银行借钱 自己大概拥有三分之一 或者四分之一的资金 那我这个公司不一样 我是完全是我个人 个人拿出钱出来 等于说我是拿钱请人家当老板 然后我在公司就是负责泡茶 因为我就是这个 最根本的这个 我就是负责招待 然后聊天 在公司泡茶 那经营了这个 大概一两年以后 刚好碰到那个2008的金融风暴 所以资产管理公司就很不好 然后人员是那个时候刚起步 刚起步 那我代理了两项的产品 是非常夯的产品 但是因为台湾的市场很小 那个时候要销大陆 因为大陆的非常的复杂 就很容易被受骗 然后它就像一个大海民一样 它一直想吸收你的技术 技术吸收以后它就不理你了 就是评估以后觉得风险很大 然后资金投入很多 那后来有一个姻缘 就认识了我们现在 这个土城安心道长 文山张兴初级一班的张讲师 他那个时候是在卧龙里当里长 那有一次姻缘聚会 就喝喜酒 就碰上 碰上以后呢 我就发觉奇怪 十多年没见 他这个怎么对这个谈吐 还有对整个疫情风水 好像很有 很了解 很了解 那我就请他说 你有空到公司去帮我看一下 我是不是公司的格局 什么地方有什么加持需要改进的 结果他就看了以后 他说你这个办公室 整个摆设格局这个问题很多 他说要改很困难 他去劝我说你最好收起来 你最好收起来 行损点 对对对 收起来 后来我听他的话慢慢慢慢就收了 收了以后 那个 因为亏了很多钱 然后那时候我自己有一个房子 一楼 装房花了好几百万 后来为了之后 我一生就不欠人家 就是我把房子卖掉 我把房子卖掉 把房子卖掉因为 就是租现在住的这个一楼 那就是这个机缘 也顺便请他来帮我看房子 然后他说 看一看以后 他说你这个外面的格局不错 我们讲的叫做 这个 这个先天 先天为体 他说先天70分 没有100分 那这个体他说我用抽窑换相 来帮你弄这个门这样子 然后顺便里面格局弄一弄 然后弄差不多 因为他说我们现在大安初级四班 好像四班 他说现在有缺两个人 你要不要进来躲 有两个名额的空位 对对对 我记得那个时候已经开班四个月了 缘分就这样一步一步的 对对 结果就这样子 就踏进来了 是 那个时候就原音法师 跟原感法师 是我的初级班的启蒙老师 这样子 就踏入了 就这样踏入了中文 那自从这个 易经风水初级班的学习开始之后 我想请了这个 您来分享一下 就是回忆一下 当时第一堂课 哎呀 易经风水 带给您什么样子的一个感受 进入中文以后 当然从这个基础学开始 当教到粘卦的时候 有米卦 有四组金钱卦 各种种类 对各种种类 然后刚开始就是粘天气 对这块正道 是 那其实对基础学来讲 初级班它是一个概念 但是呢 我现在已经十多年 拿到人心学识了 可是呢 我发觉 初级班所有的这个基础教材 到现在都用不完 都一直要用 持续要用 所以师傅常常讲说 我们这个中文是终身学习 其实初级班的所教的东西 真的一生受用 你不管你要张卦也好 你易经风水也好 雄空安心当然初级班没讲 真的是用不完 要融入生活 真的用不完 那刚开始就粘天气 当然同学之间 这个大家会讲说 你粘怎么样 粘不粘啊 我发觉啦 我不管别人 我是发觉说 我粘得都很粘 然后就对 自己对张卦就非常有信心 然后有兴趣 后来这个到了正级班以后 这个对专卦来讲 那个掌中学不会 但是就是有笔记 我们有小黑 我们有基础学有一些讲义 可以参考 我们可以 就很容易就可以专卦 可是会专卦以后不会解卦 对不对 所以到正级班以后 到现在 尤其是个解卦 它是非常广的 非常广 而且它变化很大 针对你的室友 它的用神原神可能都不一样 所以难怪说师傅 说我们要终身学习 那我到了正级班 第一次帮人家张卦 就是碰到一个师姐 是为了什么事情呢 为了她房子漏水 被她的楼下告 然后扯了很久 扯了将近两年 一直不能解决 找了很多师傅来 找那个什么侧漏的 也把那个浴室通通敲掉了 就是找不到什么地方漏水 那有一天就想到我说 我好像会张卦 是不是请我张张卦 看到底怎么样 因为她 华业已经跑了好几次了 然后已经花了十几万了 就是一直不能解决 第一次我帮她张卦 就站着给查这个漏水 结果真的查出来 非常的准 很神奇 您是如何去判断 最后的那个原点是在哪里的 还是您的这个过程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蛮特殊的一个过程 她这个房子是这样 她是在保险业当经理 然后她在板桥买了一个房子 然后就把隔间分出给人家 等于说她里面的格局有变 可能那个水管有重新安装 安装过了 那她花了那么多钱去抓漏 是因为不是说那仪器测不出来 而是那个测漏的那些水电功能 她没有想到说 那个地方会漏水 那因为一般就讲说 楼下墙壁漏 它就往上 就大概左右查一下 查不出来 然后上面就是厕所 第一时间就把伸手敲了 那后来我张卦是看洞窑 看洞窑 看它洞变 那洞变因为它有五行 对不对 它会指示我们一个方位 我就跟他讲说 你那个房子你回去看 由东往西的中间 那个地方漏水 然后他说我不知道房子 东在哪里 西在哪里 我说你不会看太阳从哪边出来吗 就知道了 对不对 西塞哪一边 对对对 那后来他就问了管理员 他说东西在哪里 结果他就找到东西 东西就是一个走道 他不是隔间吗 他有个走道 他因为改装以后 水管有重新有变动 管线有变动 他可能久了以后忘记了 忘记说他那个水管有变动 所以那个师傅来怎么想 也没有想到说那个地方会漏水 结果就那么神奇 我说由东向西的方向中间 结果他跟我讲说 周兄你太厉害了 那个我们师傅照你讲的这样 一打下去就倒到了 结果他是水管 像连接的地方砍去 砍去就慢慢剩剩剩剩 结果两年都总共花了 一二十万还被告 最后就解决了 所以我对这个挂就非常有信心 其实在用意沾挂方面 其实您跟我们分享的蛮多 除了这个漏水的部分 抓捞的也有办法 那在这个部分以外 我们还曾经为了哪些事情 用意沾挂 其实抓漏水好几次都非常准备 好几次 对 我再分享两个案例 一个就是说 其实是我自己家里的事情 我姐姐 我姐姐 因为我们兄弟姐妹七个人 那我们土地就是分割 就是共同持有持份 但每个人都有权壮 那土地住人家 住给信天客运 当那个 他现在要申请那个什么 充电 就是电动车 现在市区充电庄 那因为我们那边有一条体防线 那照规定 体防线外面它是河川区 就不能设 不能有那个充电庄的设施 一定要限内 那变成那一笔土地要分割 那要分割的时候 必须所有的土地 所有权壮都要拿来 然后盖董医书 到第一支支付所去办 结果我们兄弟姐妹 六个人都有权壮 就是我大姐 找不到她的权壮 然后呢 月好时间 人家承办人来我家 然后兄弟姐妹都来 大家权壮拿过来 要交然后盖董医书要去办 结果我姐姐来了 她说糟糕了 我找不到我的权壮 她说我记得 你们记得放在什么地方 可是我找了四五次就找不到 那问我怎么办 在很多十几个人面前 我就问我大姐 我说大姐 你相不相信老祖会帮你找 她说有什么 我就举那个抓漏的历史给大家听 结果人家听以后 大姐好啊 你弟弟说老祖可以帮你找 不妨试试看 我就在十几个人面前就张挂 大家一起正道 对就可以正道 那万一找不到的话 就很漏气了 对不对 结果我这个张挂以后 我就跟她讲 因为我大姐房子我知道 格局我就知道 我就画图 我说大姐你客厅这样进去 然后右边你的房间 你房间那个角落 老祖说你那个东西在那个地方 他想一想 对啊就是那个地方 我找五次啊 就是找不到啊 他那个地方就是一个格子 一个一个的 那个小柜子 一个一个 然后上面放很多文件 他说我记忆中 他就是放在那边 可是他找过五次 找不找找不到 我说你再回去找他看 老祖跟我讲 告诉你说 在那个地方 好 结果他回去 你也踢去啦 他还没找 他就跟那个承办人 约好隔一天 要去事务所办 办那个仪师 挂师 他补发 结果呢 承办人带我大姐去 结果呢 那个 那个承办人他说 要等三个月 全状要三个月才能够 补发下来 然后那承办人就 拜托我大姐说 你弟弟说 在那个地方 你回去再找找看嘛 我已经等很久 还要等三个月 因为我实在 真的再找不到的话 就是等三个月 对 没办法 但他们是很急 对 他们会申请那个充电庄 因为他跟我租房地 他在停工的当中 一样要付出镜 所以他能够早一点找到最好 拜托我大姐 你再回去找我看嘛 结果呢 带我大姐回去以后 我大姐就又坐在那边 就在想 这个手啊 阿公放在那边 明明找了五次都找不到啊 在那想想想 突然间看到 一搁一搁就放平台就不 结果呢 病人在旁边 病人在旁边 他发现旁边好像 好像有个什么东西你知道吗 结果呢 就一看 这个全状 第一时间赶快打电话给我 我找到了 训练师都叫下来 赶快要打给那个 那个住地的承办人 赶快再去把他撤销 然后就送件 这些事情 这也太准了 那个什么原因 可能地震 因为全震放了一二十年了 中间有地震 他那个是不是那个 我们那个什么 那个滑滑的 就滑下来 资料夹这样子 他怎么想 没有想到说会在侧面 文件是平的嘛 平放嘛 老子都厉害 所以移动的时候啦 他叫我先钉下去 对啊 就这样找到 这个话实在是神不骗人 神不欺人 真的是非常的奥妙 但是就是发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非常实际的一个事情 对 那在这个运用上面 除了用意的这个部分以外 其实风水在运用的时候 也脱不开这个用意的这一个过程 对 那这个部分 实乎说 益金风水宗教嘛 因为这个益金真的是 三宝嘛 我们中文有三宝嘛 对 大无旗外戏无旗妹 缺一不可 缺一不可 有人常常讲说 益金跟宗教有什么关系 我说关系很大啊 你占了卦以后 如果说你的祖坟有问题 对不对 那你祖坟要 要办一些仪式啊 法仪啊 干什么的 你如果没有中道信仰 有的人不接受啊 对不对 有的人要消灾化解啊 对不对 那你要烧山保湿啊 你如果没有中道信仰 你光用意 你没有中道信仰 你没有办法救济 没有办法圆满 所以一定有关系的 对不对 占了一以后 说你防止的格局有问题 你中宫的上面 或者中宫不能有水族箱 对不对 那这个是千双风水啊 你用意以后 他会千双风水啊 对不对 那因为你要去改善 就千双信仰 信仰就是宗教 所以三合一 三个一定要都会 他才能救济 那我现在举一个说 这个中道如何来融入生活 如何来应用 那这个也是我认识一个 一个朋友 他因为这个 买股票 不是买股票 他可能是买基金 或者做棋子 做棋子 就亏了很多钱 亏到最后呢 跟地下钱庄借钱 然后 因为我这个朋友 是她的姐姐 是这个 这个 这个人的姐姐 那这个姐姐呢 借了她很多钱 借到我已经 不想再借她了 无药可救了 得无底洞 然后 就逼她说 那老爸留给你 那个房子 你把它卖掉 你告诉我 卖掉姐姐 然后你就带来我家 就带来我家 跟我谈这个事情 她主要是问说 她那个房子 能够卖多少钱 她能不能很快的卖出去 那当然我就跟她张卦 张卦以后 从卦里面 我就告诉她 我说 第一个 你房子卖出去以后 你不能再做这方面的投资 因为我有先看她的命卦 我做的命卦有财无库 然后你不适合做这方面的投资 你如果将来有钱 你可以买房地产 你可以把钱交给老婆 你可以去投资 或者存定存 你千万不要做这方面的投资 我说你 再多少钱做这个投资 一定 一定都 最后都 都不就 再一次发生这样子 然后最重要是 她要赶快把房子卖掉 她希望能够再两个礼拜 我说 不能 低价钱算会逼债 是 那我就 照我们中门交流妙法 我就说 你去求土地公 那我就 按照师父的 要拜土地公的法语 我们有一本 拜土地公的 祖传流方那一本 里面有提到说 如何拜土地公 对不对 就照那法语 告诉她 我说土地公 它本身吃素 吃素 可是为什么人家要拜行列 我那个行列 就是要给土地公的 这个冰匠用的 他派出去 那个很累 所以那些东西 是要分享给 给这些冰匠的 然后还要烧嘴 嘴嘴 嘴嘴也是给冰匠 不是给土地公的 就要准备 这个五果 先发行列 然后 还要一份 那个庭工 对不对 然后告诉她怎么扁 她怎么扁 然后 那她问我说 是我住家土地公 还是我那个房子的土地公 是 我这个张过好说 要你房子的 你那个房子的 当地的土地公 然后 要卖的这个房子 当地的土地公 对对对 那我说 你那一家 土地公你很少去 你现在 你首先你要忏悔 你不能说 有求就去 然后 你平常都没去 我说第一个 你要先忏悔 然后再来就讨论什么 讨论价格 讨论价格 我跟她讲说 第一个你要心里有数 我现在提到中道 就是说 一般人都想把房子卖高一点 对 然后 我说你为什么要卖那么高 她说我那天将来要都更 我说都更遥遥无期 都更最少要十年以上 就是说你现在开始整合整合 到送件然后核准 最快也要十年 都更将来的利益 是人家现在买去以后 他该赚的 他投资嘛 对不对 你现在要卖的是 你过去这段时间的增值 这个叫市价 叫行情叫市价 你不能说 我这个要读个人 我将在一瓶卖多少 价值多少 我要卖多少 我说第一个你要心里有数 你现在要卖就是 你现在的行情 你那个区域的地价 现在很多市价登户 你可以参考 然后呢 就把资料调出来 我又介绍一个仲介公司给他 因为我认识很多人 我在家就泡茶 放节善业 以茶会友 以益会友 泡茶当中就谈益 就谈益金 谈风水地 就谈这些东西 就可以分享妙法 所以我在那边就结缘很多 各行各业都有 以前我做自然管理公司 所以我这方面的 一些专业 其实你是能够提供的 所以我就提供给他一个 折中的价格 我就说 这个价格卖了以后 能不能解决你的债务 他说这样可以 我说可以 你就用这个价格 结果呢 第一家仲介公司 他没有用专业委托 就一般委托 还带人去看 去看 也出了价了 就差在什么 差在佣金 没有卖成 然后他又找了另外一家仲介 我说这段时间 你要持续去拜土地公 你不能只拜一次 你要再去拜 结果第二次仲介 就找人去卖 两个礼拜内就卖掉 就照我们跟他讲 他的价格就卖掉 是 所以这个帮人家拿捏 这些人生的一些重大的事物 真的是需要用到 用意掌挂的部分 对 就是要给你一个指引 指引你一个很明确的方向 确实是 对 要不然这当中不晓得 会不会再有一些 莫名其妙的一些 来来回回的这一些 是是非非 不晓得 对 在这个幸福在我家的节目里面 事实上就是 借由每一位的来宾 他们自己遇到的这些人事物 比较多都是烦恼 或者是自己生活的周遭 看到亲朋好友遇到的烦恼 那他们呢 其实有提供自己的所学 来为大家提供一些方法 让每一个人可以 比较大事化小 小事化乌 这样子去把这个困难烦恼去跨越过 这样子 那所以 间接的也能够去呈现出 王禅老祖 十尊 这个先佛菩萨的这个智慧呢 提供给我们 但是也要有我们人懂得去用 然后而且真正的踏出那第一步去用 然后让大家来一起共同正道 这样子非常一个因缘果完整的过程 就是我们必须要在这个传播上面 去完整的传达的 希望大家都能够根据这些 非常科学的这些路径呢 来一起加入这个学习 易经风水的行列 那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 师兄会跟我们分享 您这个真真正正的本业 也就是来您介绍一下好吗 这有更多跟易经一起的 这个相关的运用吗 有 因为我 我弟弟就是茶师 我弟弟就是以前 我们南投茶叶改良厂厂厂长 吴振舵 吴博士的真传第一代弟子 那我的师父就是我弟弟 我做茶 其实从民国73年我就会做茶 那中间有投资做生意 休息的一阵子 那进入中门这十几年来 几乎没有休息 我每年都在做茶 那我常常回想 提悟到师父一句话 他说我们中门是立他的法门 是立他的法门 这一句话 这个我常常在回答 如何叫立他 那我这个立他如何融入到 个人的生活经验 那我想说我就从 下一次我就从这方面 来分享我的心得 是 是 是 我们来跟大家分享 您在生活当中的实践 今天非常感谢周师兄 来分享您个人的学秀的 这些心得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谢谢你 阿弥陀佛 谢谢 谢谢 谢谢各位 谢谢 我们也非常感谢 各位观众朋友们的参与 其实每一集的节目当中 来宾们分享个人宝贵的 这些生命历程 都希望能够带起更多的朋友们 未来的同学们 有更多的勇气智慧 有信心来面对更美好的明天 祝福您平安健康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